蔡英文台三线活动行程进入第二天 走访了苗栗县的客家乡镇 要抢供蓝营的票仓 马英九固守票员也赶紧的前往新竹地区庙口来开奖 用消费券等政绩当有奖征达的题目 要和选民拉近距离 之前才发生拉断红线的尴尬插曲 马英九到新竹为两间百年老庙接牌 这回可就小心翼翼 和乡亲勃感情 庙口开奖最适合 民酒老梗了 这次换成民众比较有兴趣的消费券 1月18号答对了 哇 这个投资圈很厉害哦 几乎从来没有人答对过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讲的话 我都要怎么出演 原来在追踪我的考古 费亏偷背考古题 大姐还是笑得超开心 在新竹这个向来蓝营的客家票仓 马英九吃得开 故装脚步更不能停 卖力宣传政绩 因为蔡英文台三线活动启动 马英九也要赶快回房 蔡英文脚步没有停 今天先到访苗栗 民众送来的小猪 用童话和农产来打扮 很有客家味 手下小猪再逛逛客家庭院 蔡英文抬头观赏灯笼 看到竹边的防射模型 好奇心藏不住 都摸摸 洗摸摸 一路走下来 蔡英文表现的兴趣十足 乡亲也触涌着像追明星一般 这样的高人气 要说桃株苗地区 蓝营铁票无法突破 蔡英文一定不会同意 澳雅卫视 林青明王之聪 台北报道 蔡英文